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下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机游戏的连接加速方案 第一种就是电脑开启腾讯 网易汽油之类的加速器 然后共享网络给主机来加速 这只能算是临时的解决方案 非常的一般不稳定 为了玩一个主机游戏 你还得再度开一台电脑 浪费电是不是 第二种方案呢 就是在滑速路由器上 安装悠悠腾讯之类的加速器插件 当然了 不一定得有滑速路由器 一般来说支持博通处理器的都可以 就比如说网件的一些型号 网件的话要说每点固件才可以用 插件官方呢 也列出了一些支持的机型 这种方案可以是可以 但是也是不稳定的 特别是预算玩悠悠戳风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掉线连不上 因为官方插件有些比较粪的运行机制 再加上这类的硬路由呢 它的配置比较低 内存小空间小 也是比较不稳定的一种方案 你还得定期去重启路由器来清空悠悠造成的污染 相信大家都顺有体会 如果你电脑有在用网易加速器 后来关掉加速器之后呢 发现网路异常 网易打开的很慢或者说打不开 这个石油八角都是网易在背黑锅 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清空网易的缓存 重启一下就好了 第三种呢 就是启油连接宝 或者网易有油加速盒 这个和路由器挂插件有什么差别 而且性能都那个样 你还要多花钱买个连接宝 挂在路由器下面 浪费钱是不是 当然了 这也是有实用场景的 就不是说 你家里面有七八百元 那么好的路由器 你也不想花那么多钱 买那么好的游戏路由器 买这个盒子来 接在路由器下面 倒是挺省事的 第四种方案呢 就是华速刷梅林改版的固件 这个方案我也用了很久 确实是挺不错的 但是呢 受限于路由器本身的配置比较低 内存小空间小 像我手头这么老的机型的 华速路由器配置不高 刷梅林固件运行梯子不快 而且也不稳定 再加上梅林也挺老的了 有些插件呢 很久都没更新了 当然了 最新的WiFi6的路由器 倒是会好很多 配置也高了 就比如说最新华硕的X86U X88U 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完美年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的方案 我现在用的是软路由 配置的话 比同家围的华硕啊 网件啊之类的还要大很多 我自己的梯子呢 是私人定制的 还支持UDP转发 还针对Xbox呢 做线路优化 软路由挂梯子之后呢 所有的设备都能翻出去了 就比如说Xbox线上连接加速 同时呢 我的电脑呢 开启YouTube的直播 直播Xbox的游戏 那么呢 手机也可以顺便说说IG推特 这些呢 全部都是由软路由来完成的 我的软路由是英特奔腾双合 四线程的处理器 12GB的内存 256G的固态硬盘 所以我还可以在上面挂一下 其他的服务器 就比如说Windows Server挂一下农场啊 Steam挂卡啊 或者Linux挂一下京东签到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全新的方案 现在呢 UU插件现已登录OpenWRT 这其教程呢 就是要教给大家如何安装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是基于玩意官方的脚本来打包的 同时还优化了官方粪的运行机制 所以它的稳定性运行速度都要比以前好很多 这个插件呢 和华硕路由器上面的插件是差不多的 但是华硕呢 是ARM架构的 这个是X86架构的 而且呢 还做了优化 如果你现在身边已经有OpenWRT 那么呢 你只需要下载IPK文件 那上传安装就好了 在电报群里面呢 就可以下载得到了 或者你还可以下载IPK的集合包 从里面选出UU Boost就好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你打开手机上的UU主机加速APP 在这里请确保你的手机和这个软路由呢 是在同一网段下面 我现在软路由是做主流 然后呢 华硕是做中计发射WiFi信号的 虽然我现在手机里呢 是华硕的WiFi 但是它实际上识别到的是 软路由里面的那个UU插件 接着它就识别到了连接软路由的Xbox 然后我们选择加速的节点 就比如说全部游戏赶服 或者说选择特定的游戏来加速 加速完成之后呢 一楼就完的Net全开 连击快速稳定 30秒就进GTA的线上模式了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OpenWRT的话 就得全新安装固件了 最新固件的话 也是在电报群就可以下载得到了 最新版本的固件呢 包含UU插件 还有惊动迁道 这期能先教给大家的是 如何在ESXI的虚拟机下安装这个固件 下期再教给大家 如何在裸机里面安装无需虚拟机 实际上裸机安装的教程 我之前有出过 不过呢 那是无解说的 也没有字幕 实际上 接下来要讲的教程呢 和上期差不多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直接跳过ESXI的安装步骤吧 固件下载好之后呢 一个是EFI版本的一个是非EFI版本的 我们点击非EFI版本的 然后解压开来就会得到IMG的文件了 接下来我们要用STARWIN的这个工具呢 把IMG转成虚拟机用的VMDK的文件 在这里选择你刚刚解压出来的IMG的文件下一步 接下来默认的是LocalFile下一步 接下来默认的是VMDK下一步 接下来选择最后一个 适用于EXXI的镜像 接下来默认的就好 下一步转换 好的 这就已经转换好了 你可以看到生成了两个文件 接下来呢 我们先固定一下IP地址 待会呢要访问后台的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现在的网线呢 一头接的电脑 一头接的是软路友的E40的机口 因为还有的观众呢 是没有看过上期的教程 所以说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这是EXXI的管理口 接下来打开Chrome浏览器 输入1200.253 进入EXXI的后台管理界面 接下来点击存储 打开数据存储浏览器 新建一个文件夹叫OP 把刚刚的那两个文件的上传进来 上传好之后呢 两个文件就会变成一个文件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台OP的虚拟机 在这里输入下虚拟机的名字 就不是说OpenWrt 系统呢 选择Linex 版本呢 选择4点插户的更高的64位 然后下一步 再下一步 接下来修改一些设置 首先是CPU选择 你想要虚拟化的核心数量 内存这里的话 我分配了两GB 而且呢还锁定了所有的客户机内存 因为上期呢 我已经把网卡全部直通了 接下来删掉现有的硬盘 还有关区 接下来点击网络适配器 你可以看到它类型的 已经是模拟层万兆网卡的模式了 接下来点击添加硬盘 现有的硬盘 选择OP文件夹里面 刚刚上传的那一个 接下来点击添加PCI设备 也就是直通的那5个网口 接下来在虚拟机选项里面 把引导呢 从EFI改成BIOS 设定确认无误之后呢 就可以下一步完成设置了 接下来我们启动一下Openwrt的虚拟机 当虚拟机的画面停止下来了 之后呢 按回车 接着输入以下的代码呢 进入网络设置界面 在这里只需要按下insert 然后在link口这里呢 把默认的192.168.1.1 改成你想要的 就比如说我改成了10.0.0.1 接下来按下ESC 然后输入mail号wq退出 接着呢 输入rebo的重启系统 重启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登陆10.0.1 进入Openwrt的后台了 咱们先把主题换一下 接着我们来到服务 你可以看到Lucy的 进动自动倾道呢 还有玩eoo加速器 已经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来到网络机口这里呢 把不需要的接口给删掉 还有个Win6也可以删掉 删掉之后呢 保存应用 接着呢 我们进入link口的物理设置 把其余的五个网口呢 勾选上 也就是六个网口桥接 待会呢 我们要判断哪个是Win口 然后呢 保存应用即可 接着我们把连接光芒的那条线呢 连接到网络的 Ether5的接口上 接着来到状态概况 也就是软路由的首页 你可以看到Ether3呢 被激活了 这个Ether3呢 对应的就是软路由的Ether5的接口 也就是连接光芒的那条 你也知道网卡执通了之后呢 这个网卡的顺序是混乱的 接着我们回到网络接口 修改一下link口的物理设置 把那个Ether3呢 给取消勾选 那个就是Win口了 接着呢 保存应用一下 然后我们来到Win口的物理设置 勾选一下Ether3 保存应用 接下来我们回到Win口 用路由器来拨号 如果你是光芒拨号的话 那么呢 这里就默认的DHCP客户端就好了 改成PPPoE之后呢 输入你的关系的帐户密码 然后保存应用就可以拨号了 接下来你电脑的网关和DNS 可以设为软路由的0.001 或者说自动获取都可以 然后就可以自产联网了 接下来分享一些小技巧 就比如说TurboACC这里呢 你可以全部打开 然后DNS呢 这里填写你最快的上游服务器 UPNP也可以打开 这对你Xbox PS5之类的主机呢 还是很有用的 防火墙这边呢 可以删掉不需要的规则 第二条Win的规则呢 可以删掉都改为接受 也可以为主机设置一下端口转发 微软索尼任天堂的官网呢 都有详细的介绍 要用到哪些端口需要转发 其实这个也可以不用设的 Lin口下面的DHCP呢 你可以指定分配的范围 就比如说我这么设定呢 是允许从0.1分配到0.255 周期呢可以设为长一点 比如说48小时啊 72小时 或者更长都OK 接着我把华硕路由器的Win口呢 接到软路由的Lin口 也就是华硕呢 我只作为中继 发射WiFi信号而已 因为华硕呢 在路由器模式下 是内置了UU的插件了 如果把它改为中继模式呢 就不会有了 设定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启用 软路由里面的UU插件了 然后通过手机的APP呢 就可以搜索的到了 就可以正常加速了 咱们可以打开 Xbox的网络设定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Net全开 所有服务接壳使用 其实我这边 开不开加速器 Net都是全开的 所有服务接壳使用 但是开了加速器的话 连机会更稳一点 配合好网络之后呢 你就可以启用其他的虚拟机了 本期视频呢 主要讲的是UU插件 先以登录OpenWrt 比官方呢 在AIM处理上 推出的脚本能会稳定快速很多 教大家如何安装 如何使用这个插件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也欢迎大家加入 阿波组的电报群 QQ群 还有Discord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